今天跟各位介紹的叫做三菱鏡 因為玻璃的光速比較慢 所以它最後折射會偏向後的地方 我要講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後面要拿來用 我後面要拿來用 這邊有個光 先進去折射,折角變小 再折射折角要變大 所以就看到 這個折射線是偏向後的那個地方 看到嗎? 這個結果知道 我後面要拿它來用 我後面要拿這件事來用 所以它折射線會偏向後的這邊 那麼 有哪些事情是折射的現象所產生的 第一個就是海事聖龍 除非你是那個已經餓到昏了 渴到昏了產生幻覺 否則海事聖龍是真的 渴真的存在 可是它不能在海邊存在 然後光線彎過來 折射進你眼睛 然後你認為光走直線 所以你會在那邊 今天那邊有沒有 沒有 走過去是沒有 可是它在某個地方有 它在某個地方有折射 因為它彎彎的折射進你眼睛 所以你用光走直線 就這樣 所以海事聖龍折射 星光閃爍 星星只有一點點 大氣會擾動 會讓它的光 偏過來偏過去 偏過來過去 所以就是星光一閃一閃亮星星 好像一閃小星星 讓它 要給眼睛這樣之類的 所以這樣子 會閃爍 也是因為折射的關係 這當然會講 筷子斜插入水中 看起來讓折亂彎掉的樣子 這當然會舉這個例子 然後呢 很熱很熱的天氣 看遠方的地上 波路上 看起來有點晃晃晃晃的 好像地上有一灘水的樣子 這個也是因為折射的關係 光線偏來偏去的關係 這都是因為折射所產生的 我們要講的是那個筷子 其他入水中看起來像折斷 這邊有個筷子 光線出去 要折射 角度要怎樣 變大 另外一個光出去 然後呢 折射 角度要變大 這兩個光 近到人的眼睛 他認為光會走直線 所以他就會 認為那個尖尖在這裡 所以你就以為筷子長這樣 看起來會折腕 所以筷子斜插入水中 為什麼要說斜插啊 因為直插有沒有折射 沒有嘛 所以要斜插嘛 斜插入水中 看起來會像折斷彎起來的樣子 這就是所謂的 折射的原因 還有這件事情要注意 那個尖尖的就是在這裡 原來在這裡 原來在這邊 你看起來在哪邊 你看起來以為在 這一邊 所以他筆子一直以為是怎樣 淺 小 當然會再說一次 就是你從 湖上面往水裡看 你會認為湖底會變得比較怎樣 淺 這個我小時候上當過一次 那楊明山那個前面游泳池 還沒有開 你知道他變髒話 哇 那個小孩子池像那個洗腳水 好淺一點點 大人池比較 如果真的還小小圈 大人池大概可以游 所以呢 進去之後就換好衣服 直接往大人池那邊跳 空空看起來往下塞 塞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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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可能會不會那麼深 然後趕下來 長大才知道 你會從上面往下看 會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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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會考試會告訴你說 有經驗的漁夫 站在河裡面,拿著魚插魚的時候會瞄哪裡? 他看到魚在那邊,他瞄那邊嗎? 不會,他瞄後面下面一點,對不對? 看到沒有,後面下面,你還在那個位置 他瞄後面下面,這樣子才能插到你 你看到魚的地方不是魚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幫委會跟你講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 筷子折斷也可以知道,水深會看起來比較怎樣? 會看起來比原來的淺 然後呢,插魚的地方不是你看到的地方 是他後面下面一點點,還是正在魚所在的地方 就是折射所產生的一些現象 可以嗎? 跟他相似就是這個件事情 就是一個硬幣,這樣子放著 你現在看呢,看不到硬幣 然後呢,往裡面裝水就看到了 為什麼? 為什麼裝上水,那個硬幣就可以看得到了? 為什麼呢? 剛才講過了 就是剛才所教過的事情 為什麼呢? 簡單講就兩個字就好了 簡單講就是 如果用簡單講就是兩個字 好,簡單講兩個字 是什麼狀況呢? 什麼情況呢? 我們要找幾號 來看一下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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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間 什麼 折射 這樣講好簡單,就折射 好,明說就折射 因為折射偏過來就看到了 原理就這樣 可以嗎? 次… 好… 好…